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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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ndy 我之前在Keepin Training 报道了计计学的课程 课程原来与方向那些有很多分别 它的分别在于加入了NLP元素 NLP元素令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提升了71%的记忆力 课程的导师Niko的教学方法 很生动 很活潑 很有趣 亦很有幽默感 所以令她很轻松 愉快地过了这三个小时的课程 课程中 我通常学了8种的记忆学方法 我自己的印象最深刻 当然就是布韦法和曼年力 在月常生活中 布韦法我用得最多的时候 就是当我在学校里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用布韦法 其实所有点子都没有脱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平时做点餐的时候 我都可以用布韦法去下所有订阅 而且还可以很准确地送到客人手上 另外万年力 我偶尔都会用它来帮我计算 几时交功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记得要报导这个NLP in memory的课程 我觉得这个记忆课程很好玩 而令我最深刻的就是地点法 它可以帮助我全山子 令我的山子可以记得稳固一些 嗨,大家好,我叫Jimmy 今天很开心能够为 这个Keeping Training这个公司做一下介绍 其实我在这边最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Niko老师 真的是上课非常的生动 他给介绍了一个最大的好处 我觉得这是介绍了一个记忆法给我 这个记忆法的话 它尤其就让我令我深刻的是 一个动态的动态部位法 是你知道是用我们的一些 人身体的最长的一些部分 来达到一个记忆的效果 这个方法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帮助很大的 因为我平时像我们香港 我是一个内地称分 过来香港读书的一个学生吧 我想晚上这个进修的时候 这个记忆法真的是帮助了很多 在这里我想很真诚的推荐给大家 赶紧来报名吧 这个记忆课程都帮到我了 尤其是例如那个姓名法 因为我有很多客人的名字都不记得 这个方法都帮到我这么少 还有那些代码都帮我记得很多东西 尤其是Alico也觉得这么伸动 即是很开心的 那你们快点来报名吧 所以,the NLP in Memory class Level 1 teaches you a lot of method to memorize a list of stuff but then in Level 2 you actually really get to apply it and the application is really useful and practical I really love it it helps me a lot in my work and in my social life thing O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